第37题下列哪种现象不适合以惯性解释 惯性就是要保持原本的运动状态 静者横进动者横坐等速率直线运动 抖动衣服去灰尘突然开斗人像后寝 用力甩掉手中的水珠都是老师上课所举过的例子 都可以用惯性来解释 选项珠式将平放在桌面的书扁推出后 书本的速度渐渐变慢 书本的速度渐渐变慢就表示 他并没有保持等速度运动 没有等速率直线运动 那么所以他就不会是一个惯性的状况 所以第37题问我们说 哪个现象不适合以惯性解释 我们答案选的是珠 将平放在桌面的书推出后 书本的速度渐渐变慢